李英爱有氧气美女的称号 这个氧气一般自然 清新的大美女 2014年更是走在了威尼斯电影节的红地毯上 让全世界见证温婉动人的亚洲美女 到了年底更是穿梭在内地 香港 韩国 在一片呼唤声中 将优雅的微笑 动人的声音传播开来 1986年 李英爱15岁时 在Junior杂志担任封面模特 1991年 李英爱与刘德华合作拍摄巧克力广告 进入演艺界工作 李英爱在汉养大学学习德文时 就开始当广告模特 并获得氧气美女的称号 20岁时 她拍Mond化妆品广告迅速成名后 继而进入演艺界 她遇进入演艺界后当过校园记者 做过电视公益节目主持人 但她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当演员 于是她一边工作 一边兼修了中央大学电影戏剧硕士研究生 1993年 李英爱揭拍SBS电视剧 你家的老公如何 开始了影视生涯 并凭此剧获得了SBS电视台最佳新人奖 此后 她先后拍摄了爱情与婚姻 一家兄弟罗曼史 最爱是谁 火花等多部电视剧 1995年 李英爱决定自我充实 回到学校研究所学习演艺的理论 2000年 她评级著与顶级男星李炳线 宋康浩和演的电影 是安全地带 获得了广大的好评 极高票房 香港导演陈可欣 也因此片赏识她 李英爱揭拍成第一部 港韩合作的电影 春世 李英爱是较早为台湾所熟知 及喜爱的韩国演员 2000年 李英爱与车人表及李景荣 主演的电视剧火花 成为早期在台湾播出的韩剧中 第一部获得许多台湾观众注意的韩剧 火花是台湾寒流的先驱 从此打开韩剧在台湾的市场 2003年 主演NBC电视台长篇古装电视剧大长经 2003年末 却2004年初 大长经在韩国播放 收视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 并以47.8%的平均收视率 和2004年度韩国收视率冠军 2005年 主演的电影《亲切的金子》上映 李英爱评此片 获得第26届韩国青龙电影奖 最佳女演员 第38届西班牙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演员等 李英爱是亚洲的韩流巨星 被邀请访问台湾 香港 新加坡 中国 和日本 大受影迷的欢迎 李英爱也是12年来 日本 NHK第一次必须使用 NHK大厅主持影迷会的明星 除了演出电影与电视剧 李英爱也深获许多活动 及广告商青睐 成为众多活动的宣传形象大使 与代言人 在2007年 在2007年为哈尔滨国际冰雪雕塑节做形象大使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 花时间在设施零下20度的寒天中等待他 为了促进行业 台亚航空 韩国的第二大航空公司绘画四个他的大长巾巨照在机身边上 2007年 李英爱在韩国被选为最被信任的产品的发言人 2007年9月3日 韩国广播80周年纪念活动 李英爱被选为为韩国广播发展做出贡献的功劳者 荣获了最高文化奖章 2009年 李英爱成功申请了汉阳大学 该年度下半学期研究生院的戏剧电影系博士课程 自韩国艺人假学历事件之后 养气美女李英爱的真实学历更显得难能可贵 与未取得毕业证书而草草完成学业的艺人相比 有着极高学习热情的李英爱 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韩国媒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19年 寄与亲切的金子 2005年 李英爱相隔14年 在战大荧幕 街拍复仇母亲 2021年10月 主演JTBC动作惊悚剧《剧景一》 饰演疑心很重的心情侦探《剧景一》 2022年 李英爱确定将出演新剧《Myster》 除了演艺生涯 李英爱本人热衷投入很多慈善活动 1997年 他到非洲的埃塞尔比亚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亲善大使 经历体会非洲儿童的贫困和疾病 1997年 他来到印度的塔尔沙漠 做印度的最低层的建民电视节目 后来在2001年出版的自传《最特别的爱》中 把这些经验写在里面 该书出售的收入 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2009年8月 李英爱与美籍含义商人郑豪勇 在美国夏威夷秘密结婚 2010年4月 李英爱与丈夫一起 在首尔蚕食体育馆 观看职业篮球冠军赛 是李英爱夫妇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 2011年2月20日 李英爱在首尔自然分娩 生下一对龙凤胎 母亲和孩子都很健康 2015年女儿曝光 非常可爱